8月,我們怎樣去看什麼因素 最主要去判斷市場會不會有一個明顯的突破 就是向上也好還是向下也好 過去這幾個月就很有趣 就是大家過去傳統經常說 5、6、7月回新 這次真的是調轉的 5、6月是升,7月就跌下來 當然不是大跌,但是明顯是弱一點 正正真的調轉 有時候也沒有很多不順扯的 這個說法 但當然,八月份市況 怎麼看呢 我想剛才說到一些因素 就是剛才說宏觀一點的 可能美國剛才說外圍也說過 要繼續看著整個經濟情況 二來,我想內地也要看一些 譬如債務問題 南美樓等等怎樣去解決 而香港最關心的就是加息的情況 這些因素我想有機會 可能都要去到 接近8月底、9月份回來 才會再明朗化多一點 所以未必這麼快一下子 特別在8月上旬 我想未必這麼快一下子 令到市場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而除了這些可能宏觀一點的個別因素之外 我想來後8月份看的 當然都是港股的業績期 其實就開始 有部分現在都在出現了 或者也有些在說認喜認景這些因素 但是最直接就大部分都在8月份 這個很關鍵就是究竟到時出現之後 對於恆子來說 我想怎麼說都是 因為估值還有一個調整的因素 雖然說實話,港股一直都說不是貴的 無論是P、PBook 其實這些位置都是便宜的 PBook現在都是未夠一倍的 所以其實便宜是真的便宜的 但問題到時可能業績之後 看看會否要令整體的估值有些調整 例如假設可能盈利的情況是比較差的 如果真的再向下調整 變相令到這些位置就不算特別吸引 便宜的可能會扯高了估值 所以到時便要先提醒這些因素 但是始終這些因素 就是整個業績期都未真正展開 或者未有太多提到的時間 亦都是一樣形成 現在大家都在沽望 所以為什麼市況會比較悶一點 我覺得可能要等到8月 8月偏中期的時間 當有部份業績都出了一點 或者是慢慢大家明朗發一點的時間 可能那一刻才會有一個顯著小方向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對市底的港股又不是真的太悲觀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你現在這些位置看 其實估值就不是貴 除非剛才說到業績其實有什麼意外 令到真的覺得現在變得很貴 這些難估計一點 但是我覺得在過去 始終無論是個別板塊 或者市的調整幅度來計算 其實有部份的price 先做就是業績一般的主因 所以我想今轉是不是有很大的調整壓力呢 其實也未止是 所以只欠一些向上的動力 唯一我想等的動力就是 譬如看內地 因為我覺得最大的因素 譬如過去四五月那轉反彈 五六月反彈 其實都是靠內地政策 所以如果你說 可能假設第三季的中後段 八九月開始 內地又重新有更多一些政策 其實對市場又是有些炒作 但這個當然太猜了 因為始終現在內地 究竟最終是否真的要維持5.5目標呢 都要看的 這個真的很難說 之前你看到習主席也說到 好像又不一定要做 李克強那些真的要做 所以就要再往 所以我想可能短期看中英電視局會議 究竟對下半年經濟的定調是如何 但是我想暫時就不算太悲觀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什麼動力向上 那你說在一個可能整體倉位的配置 不要特別重倉 但是我覺得又不需要悲觀到清除了 我覺得又未主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適當地維持 一定的Traumat會比較好一點